与学峰一样 下面的这位主角 也是一位追逐音乐梦想的人 那么音乐对他而言 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身高不足一笔 体重不到五十斤 六岁时 医生宣布他活不过十五岁 面对父亲的抛弃 病痛的折磨 同龄人的嘲笑 他并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凭着一副好嗓子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就是蹲着唱歌的女孩 王丽 无效命运低头 做生活的强者 有请本期主角 咱们是不是翻把语了吧 要好啊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 我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